中国大陆的记者通过网络实名举报贪官 自去年至今已经有多名高官因此被拉下了马 日前中国大陆的财经记者王文志就通过微博 实名举报国有企业华人集团的高层涉嫌贪腐独职 虽然举报的内容已经被删除 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 刑事霸道的华人集团董事长宋林 他的前景难料了 7月17号 微博认证为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的首席记者的王文志 在网上实名举报华人集团董事长宋林等人 涉嫌巨额贪腐 王文志在微博至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留言中指出 宋林等华人高管在收购山西金业资产的百亿并购案中 故意放税致使数十亿元国有资产流失 微博内容当天被多家官方媒体转载 但是很快的又被相继删除 据王文志举报 央企华人集团所属的华人电力 2010年100亿元的对价收购上市金业集团所属的80%的股权 而在宋林的直接指示下 华人电力的收购资产评估比竞争者的出价高出了50亿元 并且违规提前支付收购款项 造成了数十亿元国有资产的流失 记者采访了华人集团及华人电力的相关人员 对我们的商与对我们的领导员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 我们华人电力这边也会尽快做出正式的回样 香港时事评论员何良良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王文志是通过网络举报 这跟他在所属报社发表文章情况完全不同 其实早在6月9号 署名公民李建军的网友已经在个人微博上实名举报过宋林 此外 这位网友也曾在个人的新浪博客上撰文举报宋林 但有关的博客账户已经被关闭 无法登录 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记者通过网上检索 找到了李建军6月9号在微博上的举报留言 留言说 对华润董事长宋林实名举报 这是一桩不该发生的交易 因领导被举报受贿 同媒集团52亿收购方案流产 华润电力闪电以近三倍价格接受 买下权证缺失的无效资产 据合同约定 不应该支付任何款项 却以实际违规支付80.92亿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 与中共一顾元老陈云的女婿陈新华的关系非同一般 2001年 陈新华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 出任华润董事长时就重用了宋林 其后的几年 宋林在华润的五家上市公司中 执掌过四家 被当成接班人培养 2008年 宋林终于接替退休的陈新华出任集团董事 据了解 现为副部级的宋林 曾经在中共十八大上有机会计身中央委员 但是由于他执掌华润一哥后 被指态度嚣张 行事霸道 引起集团前任及现任高层的不满 最终无缘在十八大上更上一层楼 现在更遭媒体记者实名举报 前景难料 近来在中国 实名举报者大多是媒体记者 例如举报重庆营官雷正复的 是原南方都时报的记者季许光 雷正复已被判囚13年 而举报前发改委副主任兼能源局局长刘铁南的是 《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 刘铁南也已被革职